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曲 那很多觀眾希望我做一個關於愛爾沙的妖精隊員的介紹 那他們可能不知道妖精隊員要放哪一張比較好 那這邊這部影片主要是偏重於這個妖精隊員的介紹 那因為人類的話其實就綁那幾隻啦 主要最重要的是傑拉爾 然後皮卡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就沒什麼位置了 那還要再綁一隻妖精齁 所以我覺得這隻妖精的位置就非常的重要了齁 這個影片主要是偏重在妖精隊員的介紹 那大家知道要愛爾沙是增強之後多了幾個隊伍技能嗎 就是生命力提升1.3倍齁 這樣子基本上齁帶上傑拉爾 25000的生命力至少齁是沒問題的 那延長移動符石時間2秒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2秒齁 這2秒其實是會差很多的齁 在一些減少轉租的 減少你轉租秒數的技能的時候啊 或者是你要解盾的時候 多這2秒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兼具的部分我覺得他給的是差不多剛剛好啦 如果給太多的話可能會太強 雖然說他可能沒有給到非常高 但是他至少有提升了一些穩定度啦 不能說提升到非常強 但是至少有比較穩定一點齁 不然原本的話如果說完全沒有天降水或光的話 你那一回合那張卡可能就沒傷害 但是至少有兼具效果的話 會比較穩定一點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必帶的隊員就是傑拉爾齁 傑拉爾可以提供他非常高的一個血量齁 讓這隊的容錯率變得更高 然後加上他本身技能又是一個很棒的結板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一隊 這個傑拉爾是必帶的 那再來的話人類的話我覺得最好正常就是庫拉皮卡齁 這個沒有之一 那再來的話我們講妖精的部分齁 妖精有一些選擇齁 那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如果說齁 平常一般關卡沒什麼太奇怪的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最適合帶的就是秀泰 那秀泰的技能是隨機三個角落轉 三顆水三顆光三顆星 剛好都是這個艾爾莎需要的珠子 而且艾爾莎他是需要減傷的嘛 他減傷大家記得他有一個條件嗎 他有一個條件就是消水跟光的時候才會減傷喔 也就是說你沒有消到水跟光 或者是天降沒給你水跟光 他這回合就沒有減傷了 所以當你帶上秀泰的時候他CD非常短 他可以提供你就是你需要的水光珠 就是當你這個場上卡珠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讓你不用靠天降 那平常呢也可以補足你的版面上的攻擊珠 甚至是星珠 所以我覺得不知道帶什麼的時候呢 就帶這張卡吧 這張我覺得很好用 那再來的話是死車局 死車局就是當你需要炸板的時候才用的到 但是因為整隊不是妖精齁 只有一隻妖精 所以呢 你開他的時候他沒有這個連擊數目增加8的這個功能齁 就是單純的炸板這樣子 還有這個1.3倍 那再來的話 葡葡露主要是拿來 就是界王犬 有需要界王犬的時候 或者是說人類隊員被所技能的時候 就可以用葡葡露這張卡去打 然後再來的話 這張卡我也是蠻推薦大家的齁 因為呢 五回合內他會轉 光輻石轉搖這個不重要齁 重點是他的全隊攻擊力 是2.25倍的增傷齁 這個妖精公會成員 那 就是他沒有講到齁 他自身以外的 Fairytale的公會成員 越多的話 CD減少越多 那頭尾的艾爾莎基本上就是兩個了齁 那個捷拉爾不算 捷拉爾不算是妖精公會成員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4 一隻-2嘛 那五個-10 所以兩隻艾爾莎就是-4 所以他是進場直接 變CD6就可以開技能這樣子 所以這張如果說你不知道帶什麼的話 也算是一個很好的增傷隊員 不過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放 庫拉皮卡就是一個很好的增傷 所以我在妖精這個位置上 我會比較偏向於放一些結板的啊 或者是像秀泰這種可以 轉出攻擊珠或者是新珠的角色 會在-會對艾爾莎比較好一點啊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尼克斯齁 尼克斯我覺得是-也不是-也是很好用的功能卡 因為他可以轉出五鼠盾 可以轉出五鼠珠子 這樣子的話你解五鼠盾就非常好用 那不過呢其實-艾爾莎已經有捷拉爾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尼克斯的出場率也不會太高啦 那再來的話齁-我記得杖馬其實是一個很棒的隊員齁 因為他本身的技能-可以轉版-轉版之後 然後變身之後又可以排珠-又可以炸版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多功能型的卡片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帶什麼的話 你有杖馬的話-其實可以帶什麼 可以帶這張卡片我覺得非常好齁 那再來的話是黃犬 黃犬主要是特別-特別盾的時候才會用到他啦 譬如說他的技能是可以一回合擋死嘛 像是這次地獄集 這次地獄集的那個-中毒那一關嘛 中毒80%的那一回合 你可能-就需要靠黃犬去擋 所以特殊用-特殊用關卡才會帶到他 平常不會帶 那再來的話這張-木妖也是特殊關卡會用得到 吸血-吸血有時候也是會用得到的 然後再來寒修草很多人都覺得應該要帶寒修草什麼的 不過我個人-就沒有很-很喜歡帶這張卡片啦 比起這張我會更想要帶秀炭 因為這個-艾爾莎基本上他本身已經有-減傷40%了齁 所以如果說你在-你這個減傷50%不是這樣加上去的齁 加上去就變90%了太誇張了 反正他就是疊加上去的 是用成的啦 所以我覺得-寒修草在這隊的效益已經不是很大 因為艾爾莎血量很高 那你在加上他本身的減傷基本上已經很夠了 他會怕的就是無視減傷的齁 無視減傷的話其實暗修草也擋不住 那寒修草提供的增傷只有1.5倍所以也沒有很-也沒有很高 我覺得也還好齁 那如果說遇到無視減傷的話你就用-用黃犬去擋就可以了 那-嘎吉主要是拿來排珠的啦齁 就是-有需要排珠的時候再用他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他另外一個型態齁齁 排珠時間更高 15-15噸之類的 那再來的話是-這三張也是功能卡齁 像需要破防的時候可以帶錢錢去消心服食破防 平常也是用不到 那火肥婆的話也是齁-消除負面狀態齁 你可以用火肥婆或者是用冰花 或是用蒸聯姓村都可以這功能都是一樣的 但是當你人類成員需要放其他角色的時候 你-這個-消除負面效果的這張卡呢 你就可以-讓紅心皇后來做齁 然後再來的話是-防中毒的卡齁-蘇葉蟲 當然是你也可以用米拉針啦 那跟剛剛的紅心皇后一樣齁 也就是說你人類想要放其他隊員的時候 爆發角的時候 那這個工作你就可以讓蘇葉蟲來做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懶人包我是覺得平常沒事的話 我是覺得帶這張卡是最好的選擇啦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就看關卡需要什麼就放什麼進去這樣子齁 那個位置其實都可以啦 那艾爾莎比較可惜的就是她是硬限制齁 她就是一定要放一隻妖精 那以上就是關於艾爾莎妖精隊員的介紹 那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掰掰 拜拜